CANNY WONG 果然沒有德哥在這裡 其實對話的內容比較少 證明他很有內涵 能夠講到很多資訊 沒錯,可以補完很多資料 我們將對夢魅的內涵 講得比較快 其實在直播之前 我就剛剛去了我隔離位 CANNY WONG CANNY WONG和Jeffrey Yao CANNY WONG 是什麼來的展覽 叫做水作漁童 之前 CANNY先生 有一個漁童的角色 是不是跟這次 Jeffrey Yao 亂扮 沒錯 如果對CANNY的作品不太認識 最多人認識是 Moley 還有漁童 還有CAN CANNY CANNY 主要比較多角色 有這幾個 當然還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 這次有漁童 和水作 水作其實代表Jeffrey Yao 我們是香港一個 以玩這個 奧蝦很著名的朋友 又是設計師 又是奧蝦的收藏家 或者養殖人 是啊 奧蝦就是很小的 真的蝦 真的蝦 但是他就好像 一隻大龍蝦 那個盔甲 頭有很多細節 他有一隻 躺膠公仔 是一個 鋼蝦公仔 是的 因為Jeffrey 他兩樣都有做的 以前有做水作館 養奧蝦 他本身是平衡設計師 現在就開始幾年 做一些設計師工具 叫大爪作 剛好兩個設計師 就搞了這一堂 就是這個 在哪裡搞了 就是DotDotGallery 哦 在哪裡來的 沒有人知道 DotDotGallery 其實就是在觀塘鴻路道 嗯 59號 彭光大廈的10樓 如果識圖 沒有老馬 識圖的朋友知道 其實這裡有很多展覽 就是藝術的展覽 今天就是開啟 招呼朋友 我都可以分享一些相片 和一些小片 另外 就會有一些 明天就有VIP 但是收不收費 入場 入場就不收費 但是那兩個開啟 其實你就可以有些作品可以買 哦 有些當然就不買 看看 Bion有沒有些相片 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暫時就拍鏡頭 因為遲一點就 遲一點就 遲一點就 給多些 作品 給一些作品 或者展覽 或者Facebook 就更清楚 其中 看一下屏幕 比較 好嗎 你等一下我去放近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方法是最方便的 雖然好像很原始 這樣就好了 應該可以了 好了 這些呢 你看到 這些呢 就是水軸 水軸 其實那條魚就是魚 因為這波是相片 你就看到好像假魚 其實上面 你就看到一隻魚童 哦 就這裏這隻了 這個就是魚童 然後下面就有水軸 真的好像裝魚一樣 真的有魚 真的有魚 哦 再看看 這些 兩個小魚童 那麽明顯 這些是一件 一件的 一件過 不多的 不多的 我嘗試一會分享 一些相片 在Toy Steve 或者玩家臺 大家可以慢慢看 因為其實這兩天 暫時大家 其他朋友就未去得 是 還有呢 他們是有東西賣的 除了這些 這些水作特色之外 也都有一些是 我們叫玩具 其實那些魚童 有幾款 你發覺它躲在 很大的情景下 你要數一下 其實已經躲在幾隻 哦 是啊 是啊 去到中間的情景 就差不多是3米 2米 那麽闊 就裝滿了很多水軸 水軸的應該 有魚池 有花 有草 但中間有些公仔 那麽是情景 不過呢 其實現在香港 都幾多朋友 師兄是喜歡養魚 其實如果在魚缸附近 放這些 擺設是多漂亮的 他們想這樣去 想推動就是 將我們平時收藏玩具 可以融合大致 或者養魚一族 去玩 據聞呢 其實呢 原來養植物 因為養動物 很多人不是說很貴的 是 養魚很貴的 其實呢 原來相對養魚其實不貴 是 你知道貓要看醫生嗎 一千多錢 三千元 是啊 你買了鋼魚 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除非很貴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想一百幾十元 有些幾百元 也有 封劍遊人 封劍遊人 淡水又便宜 又宜養 我試試分享一下 你這次有什麽買 或者有沒有 真的有魚童的公仔 給大家看一下 是啊 我先看看 好了 有得賣到這幾個 哦 這些呢 是手遊的 對 這個 兩隻的 有一條魚 多少錢啊 九八八三 對呀 後面都是一盒東西的 不是只有兩個公仔 它連一個情景 是植物 但是它這次的銷售手法 是否真的 它當作是 ARC PIECE 差不多是這樣 這些雖然是量產 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因為它說手遊 哇 真的是手作 整個顏色設定 都是Kenny和Jeffrey 主要是Kenny負責 就是不會像Kenny 平時的核彈形式 或者是糖膠形式 那些是標準化 很商品化 這些是有不足的 是手遊的 其中一款 我們轉 上還是下 不過都沒有什麼想危 這個另外一隻 這個就是騎著 這個騎著大龍 成年了龍 有四隻腳 是小龍 這個就叫做八八八十元 對 連後面的盒子 原諒我 我不清楚後面的盒子 是什麼 不過好像很小 比較小粒 大約是兩吋高度 對 但很有趣 因為它配合魚 它要細小粒才放 對 這個另外一隻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插到魚童 這個獨立 剛才有兩個 就是九百八十元 這個獨立 一隻就是五百八十元 對 後面有一盒 對 這個遊戲可以玩 這條片 拍到它的大情景裡 是深埋了很多隻公仔 白色衣服的哥哥 白聲好像陳山聰 是嗎 這麼好 陳山聰是什麼聲 陳山聰 都是白聲 都是衰的 你和我差不多 這個成年了個龍 不是後面的頭腦 這個很大隻 這個很藝術 對 其實差不多是藝術玩具 因為它們都是手遊 放在家裡真的做 這個應該是雕塑 這隻是非賣品 這個很帥 我想這隻公仔 就是Candy Wong 這個就是大爪作師兄 這個我又不太確定 這個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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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整隻 我想這個 是這個 因為其實在展覽裡 我們放出來 去展覽 但當然有興趣 如果索性 不如過兩天 公開的時間 直上去看 不一定要買 給大家多一次地址 大家看看 紅兔道59號 彭光大廈十樓 多多多 Gallery 這個是開啟的時間 大家有沒有誤會 不要 可以上他們 相關兩個設計師的網址 看看是怎樣 什麼時候開啟 公開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想將水族館 供習藝術玩具一起玩 好啊 我們來玩玩的 吹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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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半小時 吹半小時 吹半小時 先說一下 先說一下半小時 那你們過來 好啊 轉個畫面 轉什麼畫面 打開 回來了 好啊 待會見囉 我想起我的動作 好啊 好啊